平时出门一定要看好孩子 尤其是在鱼龙混杂的公共场合 5岁的露丝正在游乐场玩耍 一旁的母亲紧紧盯着孩子 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半步 即便如此 母亲低个头捡个东西的功夫 露丝还是不见了 母亲慌了 她冲进泡泡池寻找孩子的生育 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方案 在10秒钟内拉响警报 锁紧所有进出口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能出去 印记措施很及时 可这依然没能挽回悲剧 5分钟后 员工在厕所发现了小露丝的尸体 他被剪了头发 还换了衣服 望着小小的可人儿 何老大又忍不住忧郁了起来 现场一共有50个成年人 天煞的恶魔就藏在他们当中 老何必须要在48个小时之内 把这个牲口揪出来 孩子的身边 到处都是布林布林的山粉 牲口掳走露丝之后 给他剪了头发 还换上了不合身的男童衣服 显然是想将他一装 好方便带走 一定是有了突发情况 凶手才不得以杀人灭口 50个被扣押的家长 带着他们的孩子 嘻嘻嚷嚷 叽叽喳喳 吵得提姆的脑壳都乱了 不过为了孩子们的未来 也为了替露丝讨回公道 家长们都非常配合 这下游乐场的安保措施非常到位 窗户有铁条 前后门都上了锁 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何老大说 恋通狂魔99%都是男性 凶手没有留下凶器和露丝的衣服 他在短短几秒钟内 带走了所有东西 显然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但是他这次失手了 没有带走露丝 这意味着 凶手为了满足变态的欲望 很快就会接着作案 露丝身上的衣服 有成就性的血迹反应 这是旧衣服 很可能来自上一人受害者 警方在为所有人 提取指纹的时候 一个穿着白T恤的男子 非常的不安 提姆注意到他的衣服上 全是布林布林的闪粉 与露丝身边的闪粉 非常的相似 就这样 他们找到了第一个嫌疑人 何老大注意到 厕所的门锁是坏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但是凶手为了防止被人打搅 特意在门口立了一个 停止使用的警示锥 这意味着凶手 一定会留下指纹 露丝的母亲说 孩子就像是天使一般纯洁 在他们的世界中 没有坏人 所以只需要给一点好处 就很容易带走孩子 小露丝的手背上 一直和母亲相同的印章 他还曾打趣的说道 自己和妈妈 就像是双胞胎一样 法医怀着沉痛的心情 为露丝做了师姐 嘴唇泛着诡异的蓝色 面部浮肿 并伴有少量出血 露丝死于静脉压迫导致的窒息 可如果是压迫性窒息 一定会留下伤痕 露丝的体表 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 那么凶手 又是怎么杀他的呢 此外 凶手还拿走了一件纪念品 那就是露丝的内裤 简直变态到难以描述 艾利克斯既是法医 也是个母亲 刚跟孩子通完电话 也要强装镇定 牵开这具小小的尸体 他比谁都心痛 露丝嘴唇上的蓝色物质 是糖果中的色素 用糖果吸引孩子 这个犯罪手法没有新意 却理事不爽 孩子的耳后有一道蓝色的痕迹 于是他们将尸体软化之后 沾上指纹粉清扫 提取到了一枚奇怪的指纹 小演员好配合 他是如何做到不痒痒的 想要带走露丝 必须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路段上布满监控 却没有一个镜头拍到凶手的样子 他清楚知道每处监控的位置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也正因为他走的路段 很少有人经过 所以警方很容易 就找到了凶手的脚印 实验室内 梅根江提取到的指纹 输入了数据库 结果却是查无此人 一个镰同的累贩 怎么会没有在数据库中 留下记录呢 这绝对不可能 与此同时 游乐场已经排查完毕 警方锁定了带闪粉的T恤男 可因为这货拒绝提供指纹 调查陷入了僵局 话说真的难得到卡姐吗 卡姐理了理长发 又往下拉了拉领口 往手上擦了一层厚厚的乳霜 他假装与T恤男握手 让他帮忙捡掉落的文件 就这样 卡姐得到了T恤男的指纹 只要你足够漂亮 足够优秀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视线结果显示 小露丝断了几个肋骨 肋骨刺穿了稚嫩的肺部 最终造成粗尾形窒息而死 小露丝生前吃下的糖果里有镇定剂 凶手想用下了药的糖果弄晕露丝 却不像露丝刚刚吃了感冒药 感冒药里的抗阻安剂 一旦与镇定剂接触 就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 孩子吃下药之后 不停地倒地抽搐 原来凶手是想救他 给孩子做了心肺复苏 这才压断了他的肋骨 老何与卡姐重回案发现场 在角落找到了吃了一半的棉花糖 提姆带来消息 T恤男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 这或是个有国六字前科的恋童狂魔 法律规定 他不能靠近任何一个孩子 可他居然出现在了游乐场 卑劣的动机可想而知 提姆男大叫冤枉 他说自己的兴趣向很正常 只对成年女性感兴趣 之所以留下恋童案底 是因为他想从前妻的身边 带走六岁的女儿 前妻便诬告他 对孩子有不可描述的行为 可监控显示 提姆男看到那些孩子之后 居然对着自己 做出了难以启齿的事情 提姆男是个恋童的变态不佳 可他没有去过卫生间 并不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何老大说 平均每个恋童狂魔 一生要伤害150个孩子 虽说没有抓到凶手 但是提姆男的漏网 同样意味着拯救了更多的孩子 要我说 就该把他那段不可描述的监控 放上互联网 每天循环播放 艾瑞哥和梅根在棉花糖的签子 以及警示锥上提取到了好几枚指纹 可这些指纹都四分五裂 排列的非常诡异 凶手的十根手指仿佛受过伤一般 指纹上满是伤痕 不止如此 凶手的弦音也非常的诡异 却全落在脚掌上 这意味着凶手故意穿着不合脚的鞋子 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 这组鞋影一路延伸到了后门逃走 题目带来消息 孩子身边的闪粉 来自游乐场工作人员的制服 原来凶手伪装成了游乐场的员工 真是防不胜防 梅根认为 凶手一定有过多次的犯罪前科 他有案底 进过监狱 可他太渴望孩子了 不但死刑不改 还为了躲避追查 不惜将十根手指的指纹割下后切成小块 变成了新的指纹 都说十指连心 凶手当时一定痛到死去活来 这变态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 理论上来说 只要将打乱的指纹重新修复 拼测成原本的相貌 就能得知凶手是何方神神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经过一整夜的不眠不休 梅根终于从三组指纹中 拼测出一副完整的 比对结果显示 凶手叫做石都华 他从12岁开始欺负孩子 入育过无数次 现在名字和身份都有了 只差一个地址 听目发现凶手的鞋底布满了凤蝶的卵 凤蝶是稀有蝴蝶 只在比斯凯国家公园附近出没 原来这些年 石都华换了指纹 感名换信 一个人隐居在了公园附近 可当警方浩浩荡荡 赶到他的住所时 石都华却不在这里 房子里有很多儿童玩具和衣物 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 从玩具上厚厚的灰尘来看 这里并不是石都华的住处 而是他关押猎物的游乐园 满衣柜的乔装衣物 不合脚的鞋子 他到底靠着这身装备 伤害了多少孩子 窗户上张贴着好几张寻人启示 这些孩子的照片 都被剪成了墓碑的形状 敏锐的老和立马就猜到 这些都是石都华的受害人 于是警方连夜挖掘 在房子的周围 一共挖出了四具小小的尸体 孩子们的衣物上 都沾染到了白色结晶体 这些都是制作棉花糖的原材料 由此推测 凶手可能是个卖棉花糖的 父亲卖棉花糖的小贩并不多 经过排查 他们终于找到了变态的石都华 石都华看上去微微诺诺 一副与人为善的模样 就是这个看似胆小懦弱的小个子 居然从12岁开始作案 伤害了无数小天使 甚至狠到将自己 十根手指的指纹都切下来 重新移植 触景深情四个字 这货一下子就占了脸 老和不知该如何形容 眼前这个牲口 许久 他才变出两个字 变态 石都华特别喜欢可爱的小姑娘 他像孩子天真无色的微笑 看作是成年人之间的挑逗 于是他乔装成工作人员 用喷了镇定剂的棉花糖 又骗小姑娘 屡试不爽 可没想到镇定剂 与小露丝体内的感冒药 引发了过敏性休克 他尝试为露丝做心肥复苏 不将此时的耳边紧铃大作 变态知道自己暴露了 便只能抛下露丝 在扎门落下前的最后一刻 溜了出去 直到此时 石都华还满脸的懊恼 说自己还没来得及 跟小姑娘玩耍呢 没事 监狱里有的是大哥陪你玩耍 你想玩什么花样都可以 这要是在维加斯 怕是不输早就捶爆他的狗头 故事最后 女法医埃利克斯 正在为两个孩子 讲述睡前故事 穿上工作服是工作与责任 脱下了工作服 她也是个内心柔软的母亲 孩子们的世界是如此纯净 他们一个个单纯的如同天使 埃利克斯不得不放下童话书 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 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这般完美 坏人们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孩子们似乎天生就对大人 有一种信任感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孩子们 时时刻刻都处于被保护的真空中 最好的保护 就是提升孩子们 自助防范的能力 请不要再用警察吓唬孩子 再不听话 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诸如此类 这会影响孩子们 对警察这个职业的认知 到了关键时刻 甚至会对帮助造成阻碍 并且这样的事情 不止发生过一次 请告诉孩子 即便是童话世界 也有大灰狼 也有害人的巫婆 这个世界上有善也有恶 有披着羊皮的狼 有看似柔弱 却反咬救命恩人的毒蛇 还有专门等着吃迷路孩子的狼外婆 这个世界真的有坏人 很多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直都在发生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